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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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孩子的人 他想要什么是最重要的 真的你想为孩子做书的时候 首先是有孩子要做出发的 他的就是喜好 他的感受出发的 这个很多他们就会说了说 因为有孩子想做都会 但实际上 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家长 想成为一个老师 是绝对做不出好处来的 因为这是离孩子最远的 我叫熊亮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做绘本创作 就是写小说和画画 小孩的角度看世界 跟大人生活是完全相反的 大人听见声音就说 哦 这是音乐水 这是什么什么声音 所以大人通常被知识给束缚 但小朋友听见声音 声音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说 梵高画一本绘本 小朋友也不爱看 因为上面全是情绪和情感 浪漫主义 除非梵高每翻一页的时候 小朋友都能发现蓝色在变化 黄色在变化 字绪在变化 绘本的主意武器就翻页 这个是绘本的秘诀 大人讲故事一定是讲个道理 比如小石狮如果是大人做的话 一定说小石狮是我们故乡的一个象征物 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故乡 也不知道什么象征物 我开始的时候小石狮是挺大 我是小镇的守护神 一个石狮子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第二张画面变得更大 我是小镇唯一的 一个小镇的石狮子 把守护神和那个石狮子换 但是东西变得更大 第三张在买整个画面 第四张一定是变得更大 不是第四张一定是忽然转变之后 发现一个老人摸着小石狮子 石狮子比猫还小 但是就大忽然变成小 石狮子又会说话 别看我的样子比猫小 但是我的年纪比那个摸着我头的 那个老人要大很多 那么大就变成了年纪的大 然后再一张画面是老人又摸着 那个小孩的头 摸着那个石狮子头 他就说老人摸着我的头 我叛齿想起了小时候的时候 这里有个大的老人 和中等的小石 中等的石狮子 和一个特别小的老人的回忆中 是自己的孩子 大小做的循环 就这个是龚老师的口诗 因为我们小时候 接触的东西全部是中国话 还有中国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们生活中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的故事 背景 所以中国会不会是自然发生的 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京剧的 怎么讲京剧呢 非常古老的京剧 但是小朋友不会理解东西 所以我就会在京剧上加上一只猫 因为猫也是有脸谱的 脸谱跟人的表情一样 从动物脸上会看到这个猫的神态 和它的威脸 或它的比较畏缩 比如说猫是跟斑的 长相都不一样 那我做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在做成为一个桥杆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古老的东西 变成新的孩子能理解 这些古老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古老的东西 去年有一个安徒生奖的提名 进了短名单 我就看到后面很多的安徒生奖 所有的画家 我就说 跟他们还有距离 我看到里面几个人创造了真正的 流传在世界上的故事 尤其给孩子带来一些想象 他会塑造孩子某种喜悦的 充满善良的同情的那种 这些作家 我说的距离是这些距离 就是这些人真的创造故事 他们才是我的那个榜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开始做故事 做一个关于一个新的类型 会不会学这么一个类型 就是有图像 有完整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朋友在一起 会写剧本 然后画画 很多画家在一起配合 为共同的一个目标去做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故事 就是给孩子做好故事 是没做问题 那个中国文化是一个迅速的 从古老走向现代的一个世界 所以它中间需要很多的那个过程 所以有时候我会用那个传统的元素 更多的传统元素 做一些当代的故事 是希望 让这个过程变得很自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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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